我們來開箱 賣當勞最貴龍蝦寶 385塊 我們幫你試試看值不值得 385是單點喔 它沒有汽水可樂那些的 套餐的話就是450 就會有附薯條跟汽水 好我們現在買回來了 一打開它的外觀就像大亨寶一樣 是長條形的 它其實份量還蠻大的 一咬下去 就是那種酸甜味 他們有加檸檬 所以有檸檬的清香 然後微酸甜甜的 我覺得還不錯耶 它龍蝦寶的沙拉跟一般他們漢堡的沙拉 是不一樣的 我剛有特地的買一個 它的沙拉顏色也不一樣 它這龍蝦寶的沙拉 這外面是吃不到的 它還蠻特別的 一般的沙拉甜甜的 會有自己特殊的香氣 它還多了檸檬的清香 還蠻好吃的 會讓人家意猶未盡的味道 我們剛有試過重量 用麥香雞寶做比較的話 重量也比一般多了100多克 它也比較重 不曉得是不是龍蝦的重量 打開就看到上面一根熬 不過只有一根而已 然後它的少部分的沙拉 裡面有拌一點點龍蝦的身體 這個龍蝦寶 我覺得想嘗仙人可以試試看 可是整體而已 我覺得還是偏貴 因為它龍蝦熬只有一隻而已 而且還不大隻喔 我用給你們看 不然的話吃起來是蠻好吃的 你看看起來龍蝦肉 就只有上面一層 一點點而已 它這個看起來跟別的不一樣耶 看起來就是特別為龍蝦寶做的 所以這邊還有一條一條的 特別有沒有 在點單的時候啊 它就可以讓你選擇說 欸你要原葉生菜跟一般生菜 我本來以為這是兩種生菜 我把你們問過了 這個是一種生菜而已 只是有切跟沒有切 我有加生菜 所以分量看起來蠻多的 它龍蝦都蠻辛辛的 吃起來蠻有彈性的 不過蛋吃它的麵包 會覺得有點乾 如果真的很愛吃龍蝦的人 我會建議他去吃吃到飽 這個的話我可以覺得可以嘗鮮 如果想看龍蝦吃到飽 可以看我們別的影片 龍蝦寶是 每日每定會限量喔 所以如果各位想吃的話 記得早點去 10分鐘380 拜拜 啊問我下次會不會買呢 我覺得嘗鮮過就好 因為它整體的龍蝦肉偏少 所以這對我來講 真的是有點太貴 不過想嘗鮮的人可以試試看 可惜就是價錢不太可愛 看麥當勞可愛的店員 戴著龍蝦帽 超可愛的 記得訂閱 我是小獅 帶你美食到處吃 今天分享就到這邊啦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掰掰 掰掰 掰掰